近日,嫦娥5号着陆器携带的一面五星红旗在月面成功展开,这是中国在月球表面首次实现国旗的独立展示,也标志着月面国旗展示系统圆满成功。 国旗由中国航天三江集团国旗展示系统技术负责人范开春团队,联合武汉纺织大学纺织新材料与先进加工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徐卫林教授团队,历时8年持续公关完成,华茂集团一同参与了研制及生产。 12月8日,徐卫林教授团队成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与嫦娥3号、嫦娥4号以及玉兔月球车上的国旗采用喷涂方式不同,嫦娥5号国旗是一面真正的旗帜。 这个嫦娥5号的这种这个植物国旗并且是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没有温控的条件下,这个带到了这个月球上面。 那么这个应该来讲是目前来讲在中国的这个深空探测里面,我们这一面国旗是第一面,植物国旗。 这面闪耀月球的五星红旗,重量只有11.8克,在正负150摄氏度的温差下,人能保持本色。 我们的用的是7号国旗,是长300毫米宽200毫米的一个旗子,然后我们的旗子的话,因为它在太空环境中要承受太空里面的一个高低温和一个强紫外的辐射,所以它不能用我们地球上普通的常用的棉、敌轮或者紧轮的材质,然后我们选的是一个以方轮为主的面料来制作的正面国旗。 该面国旗以国产高细能方轮纤维材料为主,采用高效短流程渐入式复合仿杀技术,攻克了钢膜量差异纤维高品质纱线制备的技术难题,利用小分子调控技术实现方轮纤维的结构调控及颜色构建,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极端紫外条件下优良的耐日晒劳度。 此外,利用相关技术制备了微纳米蚕丝粉体,利用其与颜料粒子的协同作用,从本质上解决了极端条件下颜料热升华及热迁移劳度问题。 通过以上技术公关,实现国旗在太空极端环境下不褪色、不穿色、不变形。 我们选择的这种所有的这种材料,全部是国产的材料,不管是从我们这种仿制材料本身的这样的优选,以及我们后面这种颜料,还有我们这种保护剂,还有整个的这样一个加工的这样的过程,我们全部选择的是国产的这种材料。 这就是说我们,等于说我们这个国旗在生产的过程中完全实现了这种我们的国产的这种自主化的这样的一个研究。 该面国旗采用二级缴链机构被牢牢悬挂于嫦娥5号着陆起一侧,将永久留在月球之上。 近年来,武汉纺织大学以学科链深度对接产业链,与行业龙头企业协同攻关,突破一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 该团队承担上述任务后,还承担了天卫一号等航空航天关键任务。 目前我们这个团队在国旗研制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一些技术成果,也在不断地在 在进行这个成果转化。相信不久的未来,更多的人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体会到这个纺织科技的进步带来的红利。